各位親愛的觀眾 上次我們講到神用搖像的比喻 來給先知耶利米一個啟示 今天我們靈修的經文是 耶利米書十八章第三節 聖經這樣說 我就下到搖像的家裡去 正如他轉輪作器皿 神吩咐耶利米去到搖像的工場去觀察 第三節就讓我們看到2500年前 瓦氣製造的過程 當耶利米去到搖像的工場的時候 他見到搖像正在轉輪作器皿 原來2500年來 瓦氣製造的過程改變不大 都是由工匠把泥土放在一個輪子上 轉動用離心力的原理 去製造成各種瓦氣和各種涼氣 只不過現代就用電力去轉動輪子 在古代就用人力去轉動輪子 手巧的工場就能夠將輪子轉得很快 不手巧的工場就轉得慢一些 如果我們想像我們是一團泥 要被塑造成為一個器皿 首先我們就發覺 我們要坐在輪子上面 等候這個工場 等的過程我們不知多久 但終於等到工場來到 我們就發覺 我們所坐著的輪子就開始轉動 就好像我們的環境 被上帝所轉動一樣 而且轉動的速度 不是我們控制的 是由工場去控制的 這個對一些想控制自己環境的 的弟兄姊妹來說 實在是很大的一個事例 當輪子越轉越快的時候 離心力就出現了 我們這團泥 就有一個向外飛散的衝動 但在這個時候 我們會發覺 這個搖帳 他的手就輕輕擋住 我們這團的泥 這團的泥向外飛散的力量 就成為一個向上 形成一個瓦氣牆壁的力量 於是一個器具就出現了 頂姊妹如果我們想一想 這個製造的過程 和我們屬靈的經歷是很相似的 不單止是這樣 製造瓦氣的過程 沒有停在這裏 我們發覺這個瓦氣成形之後 繼續需要被火燒 因為經過高溫處理 然後才能夠使用這個容器去堅固 而且如果要瓦氣去耐用 還要塗上一層的池 在這個池塗上之後 再一次要被火燒 如果我們想成為上帝所用的器名 我們就需要接受加工 弟兄姊妹 你是否願意接受上帝的加工呢? 我可以幫你打算 導演 要塗 這個瓦氣 那些創造